穿起老鴨經過三年以來 今宵已經越來越有古早味道 現在沒有在大廚房 也都是電風民眾開港泡地的好地方 現在請觀眾朋友對我們的鴨頭 做回來吃老鴨 到穿起老鴨吃豆腐 是真是人共同的記憶 現在來到這裡 感受已經完全不一樣 老鴨經過相逢 能看到原本比 堪棒加大所吃到的萬能社見到 老鴨的民民活後了古早味 經常見面正空方便逢行 使用中心極數廟的期待會好 結尾的土地公廟 拜登 中期完成 經過將近四年的打拼 希望讓上街到文化平準 會讓沖上樓梯的公共計達 在過程裡面 建築師不只是在做美感的一個 空間的形式的實現 其實在於說 能夠讓這個公有的空間 能夠回到公共的權利 現在去世樓梯 不只是美學體驗 對立宿要檢查貼荷 年都有固定的節慶的日子 那麼當他們的居民 在做這個固定的節慶生活的時候 因為呈現就變成另外一個舞台 就是他們的生活舞台 那所以光客一看 他們在玩這個遊戲 那就連結上過去的生活文化 這個才是老街重修的 真正的意義所在的 有好一點 正說有的人潮 來這裡就是要來看我們這個老闆 枕見的程度 他就看到我都想說 嗯 蓋起來又不好看 這樣好 大家有萬一 正是萬一老街 地地直接說笑 想為美食家文化 相定欣賞空間 帶大家 你不會有什麼回家 北京的手 野生 替他們 也真的要是 我都想說 我都想說 你